为助力南加华裔企业,因应诸多政策新规,防范各类诉讼和罚款,实现稳健发展,华星保险举办大型企业雇主研讨会,目前已举办过三场,多位联邦雇员包括劳工部、食品安全局、FBI、加州政府代表、各界专家齐聚一堂,超过500位企业雇主和高级经理参加,反应热烈,最后一场研讨会将于2月28号于哈岗举行。 加州在2019年有诸多劳工新法施行,不少公司都面临调整管理制度的问题,而对于总统川普税改后的第一年报税,也有许多企业雇主希望了解如何才能合法结税。 在2019年有所谓的性骚扰MeToo的法案,也就是以前是50个人以上的公司才需要做这样子的训练,现在开始5个人以上的员工的公司就必须要有性骚扰的课程,你怎么样能够提供这样子的课程,让你的员工都能够知法守法,让公司里面创造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所以这是雇主们必须知道的。 近年来,加州劳工诉讼屡见不鲜,甚至出现想发财告老板的标语,有的企业新年一史就因为工时工资等问题遭到巨额罚款。 这次企业雇主研讨会,还特别请来资深会计师、劳工法律师,为雇主带来最新资讯和应对措施。 2019年有太多的新的法律,新的法规,变化太大,比方来讲,这个从来你没有想过,你的网站如果说是给所谓的聋哑人士听力不好的,或者是他视力不好的人,如果你的网站没有给他们设想到他们的福利的话, 就像说过去是我们知道很多这个餐厅因为厕所不合估所谓的残障人士ADA的使用法则会被告,现在你的网站也很可能因此被告。 再来,这个现在在加州几乎有60%的雇主跟员工的捞数正在进行试。 从2003年开始,华兴保险企业雇主研讨会已经坚持举办了16年,让企业雇主了解劳工法、税法、完善公司制度。 该研讨会也得到多个政府部门的支持,包括美国联邦劳工部、移民局、加州中小企业局、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等在现场都设立了咨询摊位,为企业提供政府第一手资讯和优惠资源。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安大略采访报道。 美国城市卫视迁 美国城市卫视成络华県